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安全環境 关对九华共夸 我要呼吁政府正视高雄居民的居住安全 不要污染 只要健康安全 不要扣张石化炼油 不要油艇制造 调查其身断层 调查国道区其身断层 移走油槽 移走石化管线 国道区处在其身断层 沿线有油槽 石化管线 如果是阶段薄杂 油槽石化管线薄杂 我们要怎样 想要扶植 要求担救市长 好好的调查 移山断层 油槽油库 油槽石化管线的安全性 凯旋气暴 惨重 史上惨重 阴影还在 所以 沿海六里 受污染四十年 城局没有来改善 也不要来关心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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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好好的调查 移山断层 国道区 可行性 安全性 所以 关心沿海 我们立委林郡政议委 以及我看到 我们市议员 政议院议委 那个议员 还有那个 那个 李顺金议员 这里到这里 跟我们 跟我们相关 因为 今天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些人的既民 可以走出来 为什么 因为是四十天来 这个地区 包括 我们的 一些産业 都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 六十二年 创作 我们的台湾 经济起飞 我们 李顿红政府 到台湾政府 根本就都 没有重视 这些新民的 去做反省 也没有 会让我们 这些 居住的正义 你直接 在这里 继续来开发 包括 林爱工业区 他所做的 一些健康风险 民居 我看都是白产 包括 他在车的 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走过来看 我们这里也没有 测 PM2.5 我觉得很奇怪 这边的 污染也那么大 而且 那么多的工厂 将近有四 将近有五百家的工厂 已经把我们 这个 任何人都 围起来了 为什么 跟 南市 计划 要继续 开转这个油厂 还要做 这个 自贸港区 我是觉得 我们中央政府 下次地方政府 真正是 描述 任何人 可以去面 但是这不是大人 没有人 跟博物团的问题 这是全国 大高雄的问题 所以说 今天 我 要发出我的心声 我希望 我们的乡亲 你叫我们高雄市的市民 我们要要求 我们高雄市政府 包括我们中央政府 要重视 我们高雄的基础环境 厅 paid 我要安全 我要安全 万万现 万万现 万万 要安全 政府 French 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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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